管桃公主刘飘是汉文帝和窦皇后的长女 同时也是汉景帝的同胞姐姐 她想尽了荣华富贵 权势滔天 但是她一生贪宠贪贵 招惹了数不尽的是非祸患 在历史记载中 管桃公主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女人 她的野心可不仅仅是做一个长公主而已 下嫁唐义侯晨武以后 她仍频繁地出入后宫 陪伴在窦皇后身边 留起继位后 她更是将母亲和弟弟当成靠山 不断地为自己和夫家谋取权利和富贵 管桃公主还工于政治心机 她为了让女儿陈阿娇当上未来的皇后 可谓是煞费苦心 她先是驻侄子刘彻登上太子之位 然后以女儿相嫁 刘彻登基后 陈阿娇作为正事 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 念管桃公主的扶持之恩 刘彻赏赐给她大量的金银钱财 并且尊她为窦太主 公元前129年 管桃公主的丈夫陈武去世 已经年近六旬的她 迷恋上了一个叫董燕的美少年 多年前 13岁的董燕因为长相貌美而得到了管桃公主的赏识 从此养在府中学习各种才艺 终于等到了董燕长到18岁 变成了一个俊朗的青年 从这个时候开始 管桃公主便让她时时刻刻都陪在身边 二人初双入队 而身为天子的汉武帝也从来没有怪过管桃公主 更是私下承认了管桃与董燕的这层特殊关系 王公贵族们也因为公主的原因都纷纷与董燕结交 甚至称呼她为董君 可后来因为东方硕的批判 汉武帝逐渐对董燕产生了厌恶之情 自觉前途无望的董燕不到30岁便郁郁而终了 随着心爱之人的早逝 管桃公主的身体也是每况愈下 没过几年便去世了 临终之前她还留下遗愿 那就是她不愿意和原配的夫君合葬 而是要和情夫董燕合葬 那就是她交叉了